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9月3号的关天下新闻 我是李凡 重阳节就快要到了新北市长朱立伦特地探访了现年101岁的人瑞王东明 王东明她是清末国学大师王国伟的女儿 她年轻时在高雄教书 也曾经创立消费合作社 83岁才开始学金剧 经常和一群老朋友聚集票戏 在98岁的时候曾经接受乳癌手术 是目前国内接受乳癌手术最高的年龄者 但是王奶奶她仍不改她热天知命的本性 新北市长朱立伦上午带着绿豆黄和鸡精前往王东明的家中之意 预祝重阳节快乐 王奶奶也现场唱起票戏 并分享养生之道 朱立伦盛赞她是活跃老化的最佳代表 就是把船上的有借账 真意有那个 唱的很棒啊 真的很棒 祝重阳很棒 祝重阳很棒 你这个 你这个非常非常棒 我们准备的那个呢 在听完王东明唱的票戏后 朱立伦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说 第一次听人类票戏 而且还唱得这么好听 加油 120我们大家一起为王奶奶祝福 然后朱立伦自证从阳敬老礼金 一万元合金戒指 祝福王老奶奶的身体更加易朗 朱立伦也问他养生之道 他说保持心平契合最重要 每周一是和一群老朋友 飘飘戏生活过的显时充时 接下来分享的是福长报道